感觉市场非常厉害 台北市长蒋王安怎么公然飙车 原来是在体验电子业者研发的标速赛车游戏 搭配VR体感装置 只见市长玩得很开心 最终获得第三名成绩 台北市教育局为了提升技术型高中与产业合作机制 在丹岸高宫办理台北市科技创新技术教学中心 接牌及MOU签约仪式 邀请市长蒋王安一同见证 三家产业界知名厂商共同签署 产官学合作备忘录 那我回想我进大安高中的时候 念了很多正空管 念一年的电视 然后之后做了一年实在去念台科大 当兵再到产业界 就发现我这样产业界 其实正空管已经没有了 电视马上就被改朝换代了 以前是应急设限管 结果就变成平板电视 以前我们电视大家都要装天线 现在几乎没有人在装天线 所以这种科技的创新它是一来越快 所以我非常的高兴今天有这样的一个 科技创新的教学中心的智力 因为我们在学校写了 有时候跟不上产业的快速的变迁 尤其现在这种AI时代 这种我们六级还在写信东西呢 所以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当高工 这样的一个科技创新的 我觉得对学生在课堂教的之外 我们可以把一些产业目前的快速变迁的 那些技术可以跟学校知道 那我也跟学校老师分享 比如说现在电动车啊 你现在当高工的汽车修课很有名 学生现在写了汽车修课 毕业之后进入产业这个人 发现怎么都是电动车啊 所以你一定要让学生知道产业的变化 所以我有跟学校 跟几位学长 我们大概有建议几个方向 第一个我想就是电动车 因为我刚从日本回来 他们已经头来在做亲人车了 让学生知道未来的车子是怎么样 我想AI大家现在耳熟能晓 因为被写的写你不写都不行啦 因为AI我发现最近越来越厉害 两年前AI跟家义铺他一样啦 让学生尽快了解什么是AI 那另外历年的产业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现在全世界在推减唱ESG 那事实上令人产业也有很多 风电啊太阳能啊 除能啊都跟这种我们指教 有很多相关体系的科技是可以结合的 那另外我要提一个是无人机啊 无人机我觉得蛮适合台湾来发展的 我最近我们公司也跟胡维科技大学 它有汇集器啊 那我有引荐说 胡维科大跟台科大 跟那个大人高通是不是这种 这种相结合 因为无人机我觉得它也是相当高科技啊 有很多技术在里面 那另外我们今天有一个鞋长 我想新疆电子他们在游戏产业 非常的有名啊 游戏产业上要结合多媒体 美术3D 现在AI也进来了 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就是那个技术 这是要软体脑筋的一个科技啊 所以我想这几个产业可以给学校 在我们科技上一个方向 今天是我们台北市第11间 技术教学中心的成立 也就是科技创新技术教学中心 这是我们台北市第11间的 但却是全国第一间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为主题的 技术教学中心 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 我也有机会到前面几间 技术教学中心的接牌仪式 参与整个过程 我其实非常感动 包括我记得去内武高工 对 它是智慧设施跟维修 我也实际去操作 看学生 学生来指导我 我才感受到 这其实非常的专业 另外前一阵子 也才去士林高商 到这个商务金融技术教学中心 也是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 跟现在的趋势 那当然今天很高兴 我们科技创新 其实是把资讯 AI 结合到我们教学当中 当然更重要 刚刚吴东那谈到 其实我们现在在学校里面学的 当然很重要 是相关的基础知识 基础科学 但更重要我们要了解 现在整个趋势 因为变化的太快了 就像可能气球课的同学 在学习 但现在可能 也许毕业生进入职场以后 这个车子 现在可能电动车 无人生 可能未来 这个都不是在路上走 都有可能 所以变化非常快速 那怎么样让孩子 未来能够学以致用 能够有机会把所学 真的很快的 能够接轨到技术职场 能发挥所长 我想这个就要靠 我们现在技术教育体系 我们先一一路路续续成立的 技术教学中心 能够把最新最快的技术跟趋势 让孩子和学生即刻的掌握 让他们了解到 整个科技变化的脉动 他们才能知道 也许在学校课堂以外 我该去涉猎什么样的知识 那当然我想 今天三位杰出校友的大力支持 跟回馈母校 我们非常的感动 取知社会用知社会 我想今天是这第十一间 但确实我们第一间 有校友 愿意大力的赞助跟支持 让这一间技术教育中心 能够顺利的启用 昨天我在台北市教育政策 这个白鼻书发布的记者会现场 我也谈到 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新闻 也就是特斯拉 Tesla 就是坐电动车很知名的厂商 他的创办人马斯克 他也是大炮行人来讲 那就有人问他 说台湾其实有非常多科技人才 硬体软体 包括技术人才 各个领域都有 那为什么台湾没有办法 做出像特斯拉的电动车 马斯克他也很直接 他也说 的确台湾我们有 有非常多各个领域专业的人才 但台湾缺少整合的人才 他讲的也很直白 却也一针见血 但对我来讲 我却并不服气 所以身为台北市的大家长 我就有责任跟使命 要来培养这些在国际上面 可以竞争的人才 所以也为什么 我们在接下来 推动各项教育政策 我们很强调 最后有一技之长 要有技能 科技创新技术教学中心 培育产学合作人才 落实技职教育 务实职用精神 借由策略联盟 整合产学资源 让技职教育更缜密 结合学生兴趣 增进资源运用 促进学生学习和就业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